我从来没有拍过动作戏 从来从来没有 而且这次又是跟徐克导演 因为以前看徐克导演的片子比较多 都是从最早的像黄飞鸿啊 什么东方不败啊 刀啊 三打 差不多都看过 自己就从来没演过动作片 所以拍之前呢 挺紧张的 因为看别人演的可能都是很好看 然后真的让自己去 会有很大难度的 没有受过专业的什么动作方面的训练 所以他拍旗舰之前呢 不是有一个月的时间 在北京学骑马 还跟着刘家良师傅学剑术 男孩子可能自己都想 作为演员来说 想演一个武装戏的话 都想演个大侠 所以当时说让我参加旗舰 演韩志邦这个人物 我非常兴奋那一首 韩志邦在这个戏里面 他一开始追求的只是 只是爱情吧 他一开始先喜欢五元英 因为两个人是一个养马 一个养牛一起长大的 大家都会觉得 他们是从小时 应该是在一起的 那韩志邦最后呢 觉得看到刘玉芳长大了 他是一个武装里面的老师 他所追求的东西 跟韩志邦所接触都不一样 韩志邦有一种新鲜感 就去追求 追求刘玉芳去了 这就可以看到韩志邦 他当时那种 像小孩子那种性格 尤其是面临到战争 父亲主来救他们 说什么 凤凰连串打来了 韩志邦根本就没想到要救他 只不过是刘玉芳一句话 说韩志邦你去救他吧 韩志邦当时还说了句 是你让我去救我才救的 然后回来之后 我们还要澄清什么的 所以他当时 并没有意识到 整个社会的一些危险的东西 他还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从天山下来之后 他拿到那把剑 他才会感觉到 自己像一个剑客 但武功又不高 所以他在里面 还会像以前一样 游离的那种状态 比较多一点 什么事情 自己也没有很大的主意去做 总觉得 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干嘛 尤其是后来 面临到自己喜欢的两个女孩 都不喜欢自己了 他觉得自己很孤独 他当时才会说一句话 就是说 我觉得我不该养马 我应该是个剑客 当时就是 他毅然的就是 跟着七贱一起去救 去救那个楚昭男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拍的时候 还有一句话 他跟刘玉芳说的 说我一定帮你 把楚大哥救回来 我觉得那时候 那句话可以看出 他长大了 他如果还像以前一样 说 这楚昭男是我的情敌 我干嘛去救他 但他当时就说 我一定帮你把他救回来 我那时候看到 就是看着帮长大了 他不再把自己的 个人的感情看得那么重 他所追求的是一种 更大的东西 是别人的一些东西 我在戏里演的韩志邦呢 是从小羊马长大的 所以在戏里面 有很多根马的戏 尤其是我们戏剑 七个人每人 所骑的那匹马 都是经过 好多马里面挑挑挑 挑了骑皮最好的马给我们 我分到的那匹马 是七匹马里面最大的 也是性子最烈的 是一匹 他之前是赛马 赛马被淘汰下来了 所以当时骑上这匹马呢 那匹马不太让人骑 但你只要一骑上去呢 他就不停 因为他是可能赛马的那种习惯嘛 一跑起来就要跑到第一 尤其是我们戏里面 有很多七个人 一起骑马的镜头 不要让我抢戏 因为我的马是在最后 别人先跑出20米以外 然后再让我的马开始跑 这样的话 才能跟大家拉平距离 镜头拍出来 才能看到我们七个人都在画面里 平时在生活当中 没有怎么很多的去接触过马 但是以前也是会骑 骑骑一些拍照的马 还骑过 在公园里面跑的马 骑过 没有在新疆那么宽阔的草原上骑过 所以这次拍骑马的戏很过瘾 但也挺危险的 尤其是到天山拍戏的时候 因为天山的雪已经到了 最深的地方 到了人腰的地方 我还记得 下面都是特别大的石头 根本就看不见了 有马跑的时候 有一匹马的腿还 搁在石头里面断了 所以当时在天山时 我非常害怕 我还记得 有一个镜头 好像开始 我就换了一匹 稍微小一点的马 因为那匹马性子太烈 有些镜头在山的边上 有悬崖 就是我那匹马不听话 我自己都害怕了 不敢骑了 后来就换了一匹 稍微小一点的马 比较好控制 在认识徐克导演之前 我觉得徐克导演 应该是挺凶的一个人 他的长相 胡子留着 而且一直在拍动作戏 我觉得这个导演的脾气 应该挺大 但是经过三个月的拍摄 还有一些前期的接触 就徐克导演是一个 挺很细致的一个人 他对他的一些动作方面 他有他的追求 但是呢 他对包括就是 尤其是我演 韩志邦这个人 有很多感情方面的东西 他会分析的很细腻 有些包括我们自己看完剧本 我都不会想到的 包括之前 为什么会跟五元英好 为什么会 尤其会喜欢上刘玉芳了 所以我觉得 诶 徐克导演跟我之前想的会一样 而且是在拍摄现场 他会 很注意一些很细小的东西 包括给群众演员身上的穿着啊 包括他自己会给群众演员 试戏说 你快死了 怎么在地上爬 因为当时 真的是满地全是土 全是灰 所以徐克导演就 亲自就地上一爬就这么演 我觉得他这种精神 也会带动 带动到我们 带动到我们其他演员 因为毕竟这个戏 从拍摄手法上比较写实 可能从穿着 包括一些打戏啊 动作戏会比较苦一点 所以我们大家就在 徐克导演的领导下吧 不信不信 大家都很敬意地把它完成了 尤其是当时是在新疆 因为拍摄的 场景的天气 非常恶劣 剧组每天都要跟天气去斗争 而且尤其是到了天山之后 还有跟自己的身体斗争 有高原反应啊 零下二十多度 有感冒的 身体不适的 发烧的都有 但是我觉得拍的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这个团队吧 一种团队精神 大家都是从最坚果的过程当中 一起度过过来的 尤其像拍完戏了 拍完戏之后 我们今天也算是一个机会 大家聚到一起 大家就会觉得 哎呀就像刚拍完戏 刚收工回来一样 好像那个戏离我们很近 我觉得这是 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结识了一个很好的团队 这是这部戏拍完之后 自己最大的收获